所以我们最新的技术 大家不要说 其实为什么这个东西好像很新 我很害怕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安全 其实这个跟大家讲 MRI疫苗其实在很早 1990年其实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技术 只是因为当我们到COVID-19以前 我们的这个Transportation 不管是大家都知道这个Pfizer疫苗 大家放在零下70度C Moderna零下40度C再做运送 所以因为以前的这些运送条件 以及相关的一些技术还不够到位 所以一直没有特点去发展 知道了新冠病毒 出来之后我们不得不做 嘿大家赶快加紧发展了 那时间上允许 那所以我们就发展了这两个新型的 疫苗的生产技术MRN技术 那Pfizer和Moderna 目前的话是FDA是核准在12岁以上的人都可以 那Moderna的话呢是安排在18岁以上都可以打 但是呢昨天6月10号的时候 Moderna对FDA送出了新的申请文件 他要去申请说他的疫苗也可以在12岁以上的小孩到18岁以下可以做施打 所以我想可能未来的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我们就会看到被Approve 所以到时候呢会有Pfizer和Moderna两种疫苗可以提供给大家做选择 那一个是间隔21天Pfizer 一个是间隔28天Moderna 那可以提前几天打 那至多第二针不得晚于42天 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对 然后想跟大家提一下MRN这个技术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可以看到我PowerPoint上面有一个像这个Menu一样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东西MRN技术有点像我们的去早餐店吃早餐一样 店家送上菜单就像我们把这个疫苗做成的菜单一样 送上来你要吃什么你自己点点点点 那你点完之后自己去做 我们把这个疫苗打到你身体里面呢 由身体接受到了这个疫苗就像菜单一样 根据你的菜单做出你自己身体做出来 这个我们所谓的Spy protein 就是它是新冠病毒上的一种辨识蛋白 它可以被你的身体所认识 但是它并不会造成你的身体生病 然后呢你身体就认识说 以后看到这个我们所谓的Spy protein 我就会认识说这个东西是冠冻病毒产生的 我看到它我就要去攻击它 我们就有这个原理来让你的身体制造抗体 万一你接触到了这个外界来的这个新冠病毒 我们可以去攻击它 以达到你的免疫的效果 我就不会生病 或者是假设你真的生病了 你的症状也会起来很多 好那麻烦next please 好第三次疫苗是我们这个Johnson Johnson的这个COVID-19 vaccine 它的疫苗 它跟前面两种疫苗是不一样的制造的方式 它是一种在地蛋白 它的话目前它只需要一针 然后目前的话也只允许在18岁以上来做施打 我们有可能也会看到它在年末的话 也可能会它被approve在年轻人身上 但目前的话呢 它还是只有在18岁以上的患者才能做施打 好那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美国呢在发展这些疫苗的时候 FDA在准备要不要 决定要不要核准这些疫苗 我想这个Safety First大家可以看到 它疗效是没错 但是更重要是它到底安全 所以CDC在核准之前 FDA在核准这些疫苗的时候一定是 它在人体中施打后会达到安全 无余的它才会放心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疫苗有所疑虑 其实是很安全的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 那可能大家会听到说 我看到这个Johnson Johnson 他好像在4月份的时候呢 有一些新闻说他被暂停了 那怎么现在可以打吗 现在是可以打的 那时候呢在4月份的时候CDC 为什么把他提出的这个暂停的原因是 因为他发现了在某些病人身上出现 出现了一些血栓的病例 所以那时候他把他暂停在做调查 但是事实上 他调查完过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 他要重新开放 所以目前的话是可以再允许再打做施打的 那我们跟这边有个简单的数据 在这个上面的slide可以大家看到的 目前的话CDC针对Johnson Johnson这次疫苗的 新冠病毒的疫苗呢 他是说在年龄级于18岁到49岁的女性患者 那每100万人中呢有7个病例 其实这个比雷达到的基础还低啦 所以大家会一律产生 但是我们把数据跟大家讲说 其实不用太担心 这个其实是有这个case 但是病例不高 然后在针对于50岁以上的患者的话呢 他是每100万人之中呢 有0.6个人或0.7个人 会产生这样的案例 所以基础非常低的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安全地去接受 这个Johnson Johnson的疫苗 那或者是人觉得说 我还是不想这样take risk That's fine 我们还有其他的FIDER和MARGENA的疫苗 可以提供大家做选择 好 那Next Please Next Please 好 刚刚提到新冠疫苗 这个到底要不要打呢 大家都很犹豫 现在的话 我会建议在我们美副药局 目前从今年三月一直施早到现在 看起来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 其实是疫苗是很安全无欲的 那大家如果说有疑虑的话 其实是可以打电话来做咨询的 说我到底该带哪一支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推荐 其实针对疫苗推荐 我会觉得说其实都一样啦 这三种疫苗的话 其实都是安全的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到说 我好听到那个Pfizer 好像有一些 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的疑虑 那目前的话 CDC还在做调查中 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但是 预防新冠病毒 跟这个Risk 比起来 Benefit Risk 它还是远大于这个Risk 所以目前CDC还是认为 大家应该建议施打 这个疫苗 不管 不是说不管 就是说他还在持续观察 这个Pfizer这个Site Effect 到底是怎么样 有没有跟疫苗直接相关 那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那这是相关于 关于这个Pfizer的 这个MioCarditis的 这个问题 好 Next 那我们现在来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打了疫苗座 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 有什么 有哪些 那副作用该怎么办 那一般来说 我们打完这三支疫苗之后 我们可能会出现了副作用 通常先跟大家讲 就是说Modernic跟Pfizer 因为他们是属于MRA技术的疫苗 然后他们是属于两针 那我们很明显看到 在第二针的副作用 很明显会比较大 因为它是一个booster的这个疫苗 booster vaccine 它要让你的身体 更认识这个制造更多抗体 所以呢 在第二针的副作用都会比较多 那可能产生副作用有什么呢 包含了这些什么 疼痛啊 红肿 或者是你会觉得肌肉酸痛 胃寒 好 那这些都是正常的 那如果说你有发烧有头痛 我们会建议吃点Pironol 那有些人会问说 可不可以是Aviol 其实是可以的 那只是说Aviol要饭后吃 这个是提醒大家的 那会鼓励大家多喝点水 在打疫苗的这个当天 倒点水 其实水是最好的降温剂 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 其实没有必要吃药 那你也为我们也不鼓励大家说 我为了避免发烧而去吃药 其实这是不需要的 那 就只要 其实只要多喝点水 那休息就够了 一般来说 不管是Pfizer 或是Modernia 或Johnson 通常产生副作用的时间 都在第二天 那 通常第三天就会好了 那如果说你超过了24小时 你还是有很不舒服的感觉 甚至越来越严重 那那个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 A 打个电话来问一下 打个电话去问一下 您的药局 施打单位 或者是打电话 问一下您的家庭医生说 我几月几号打了疫苗 我怎么越来越不舒服 我出现什么症状 那有医生或者是药师 到时候根据您的症状 来给您适当的建议 好 那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Next please 好 那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边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这边是我们常常被问到的问题 那 关于这些问题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之后还有更多 这边没有为您解答问题 也欢迎来做提问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之前感染过的这个新冠病毒 我现在到底还需不需要来打疫苗呢 我们根据CDC的建议 我们还是建议您打的 虽然说您得了新冠病毒 但是目前根据研究指出呢 新冠病毒之后的这个抗体呢 其实在身体没有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那还是会建议您来做施打新冠疫苗的动作 来加强这个抗体的产生 以达到预防在感染新冠病毒的状况 或者是降低您的在之后 万一得到了身体产生的这些病症的严重程度 然后再来第二个常问的问题是说 我之前接受过这个得到新冠病毒 然后得到了这个免疫球蛋白治疗 那我可以打吗 是可以的 但是是需要等待三个月90天的 这个是为了避免说 因为新冠病毒的免疫球蛋白治疗 它是一种抗体 如果我们把疫苗打到来身体去 它就会被综合掉 那相当于没有打 所以我们会建议您要等待90天三个月 再进行施打的动作 然后再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新冠疫苗会不会因此而得到新冠病毒呢 答案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的 我们打疫苗的动作 是为了让你的身体去认识这支新冠病毒 藉由疫苗打进你的身体呢 身体会帮助产生抗体 然后它会它就产生抗体方式 看这两种这三种疫苗呢 它产生抗体方式都是借由 我们把疫苗打到身体里面去 它去制造类似的这个 Spy protein就是说 新冠病毒上的一个辨识蛋白 让你身体认识 它进而产生的抗体 所以它并不会因为打了疫苗之后 来得到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呢 你的身体也不会因为 接受了这个Pheiser 后面的疫苗来改变你的DNA 并不会的 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 它比较像是 它把菜单送到你身体去 由你自己的身体来制造这个辨识蛋白 让你身体来认识新冠病毒 所以它并没有把这个MRNA 镶嵌到你的身体的DNA去 所以并不会对你的DNA 造成任何的改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之前我们有提到的说 或者你会听到很多人在说 我最近好像打了HPV疫苗 或者是我最近打了什么疫苗训绕 那我可不可以再打疫苗呢 目前的话 我们以前的答案是说 我们需要等待14天 等待之后呢 再进行试打 但是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 CEC最新的建议是说 其实不需要等待 您可以立即做试打的 这个的话是让大家更新一下资料 就是说 我最近打了HPV 我今天可不可以打新冠疫苗 是可以的 目前的话 我们最新的资料是这样的 好 Next Please 好 那这个打了疫苗 大家带口罩 在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说 保护别人 保护自己 打完之后 虽然说 现在是CDC不借 没有一定要带 但是我还是建议 鼓励大家 还是带着比较安全 因为 病毒还是在 我们的社区当中 那带着口罩其实是可以 更是更恰当保护你 对 打完疫苗之后 不代表你完全不会得新冠 好 所以这个还是鼓励大家带一下 比较安全 是的 好 那一样是请洗手 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样 好 Next Please 接下来的话是打疫苗的话 需不需要任何的费用呢 目前的话 我们所有的新冠的COVID-19 vaccine 都是由政府所提供的 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不应该被任何不收费的 CDC上面明文都讲了说 你如果再去打新冠病毒 你不应该被收费 如果你被收费的话 你就要指导它了 这个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如果说你有这个亲朋好友 他是从国外来的 那其实 不管是哪个国家 他都可以到 在德州啦 每个州的规定点不一样 在德州的话 他都可以欢迎到 我们美副药局来做施打 那只需要带他的一些相关证件 那不需要保险 然后基本上是这样的 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所以大家都会免费施打的 好 Next Please 好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 这个参与这个新冠病毒疫苗 新冠疫苗的这些话题 那目前的话 我们美副药局的话 是有提供三种不同的疫苗 一个是Johnson Johnson 然后是真的18岁以上的患者 一个是Moderna 也是真的18岁以上 但是Moderna 像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 预计的话是下礼拜 或是下礼拜 FDA就核准它 可以进行在 施打在12岁以上的患者 那如果说有大家有兴趣 我还是犹豫 如果大家要打哪一个 那其实之后的话 是可以提供多一个选择的 目前的话是只有Pfizer 那我们的话Pfizer也是有的 那我们的药局的话 是不需要任何的预约 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药局来 那不好意思 我们忘记放上电话的 那电话是281-506-2453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拨打电话到我们的药局来做咨询 对是的 那有些人打完疫苗之后呢 他也有一些 想问说 我到底有没有抗体呢 想去做抗体检测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地方都有 像CBS5Win 大家都可以做这个抗体检测 那我们也服药局的话也是有的 那通常会建议在您施打完 比如说我们在Pfizer的话 施打完第二针之后的一个月 再来做测验 会比较好 CDE说14天 但是我通常会建议是一个月比较好了 这样比较确定说 不用百花钱 因为目前的话这个是保险不给付的 这个是需要自行付费用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收费25块这样 是的 那如果是CBS4Win的话 据我所知是大概3940左右 大家可以看大家方便 那提供一个选择说 我想确认一下我有没有抗体 我到底打完之后 我可不可以去其他地方玩 那想做一下抗体检测 欢迎到美副药局来做测试 是的 好 谢谢大家 那我把这个还给Jenny 那我们谢谢这个鲁钥匙 因为我们今天带来了很多 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的 还有新冠疫苗的资讯 那想要问一下 那现在有没有任何人对这个疫苗 或者说是对青少年的疫苗有任何问题 你先可以向这个鲁钥匙提供问题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如果你现在当场想到有任何问题 想要问鲁钥匙的话 他这边 我们可以联系这个美副药局 然后呢 你可以Google这个Medx Pharmacy 然后他们的这个药局就在 这个中国城附近在Copper上 然后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联系他们 然后他们就提供不同的医疗 在他们的这个药局内 进行这个施打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今天讲座就到这边 我要感谢一下鱼钥匙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